原來就是看到蛋糕吃就有點愣住 對然後因為第一次我們的那個 成軍記者會是Emily生日 然後今天我們第一場簽唱會是我的生日 然後就覺得好有意義 所以每一次這個Dreamgirls的特別時刻 都是一個成員的生日感覺 非常非常不一樣 所以呢 玉芬要不要許下承諾 你的生日禮物就是希望能夠帶著Dreamgirls 還有辛谷的工作人員一起去夏威夷度假 這個有 我很希望 其實這是我一個 就今年的時候 因為今年一直沒有時間 然後很希望明年有這個機會可以讓大家出 大家一起成行 那那個雪服跟米芹去過Hawai嗎 沒有 如果去這個Hawai第一件事情想做什麼 羅勇 羅勇 羅勇嗎 羅勇 去解放一下啦對不對 然後體驗一下那個漂亮的海灘的感覺 不過呢今天這個舞台上面 我們還準備了兩份禮物要送給現場幸運的粉絲朋友們 然後呢我想讓這個Dreamgirls來出題 然後呢阿官幫你們挑選答題者好不好 第一位呢可以得到的是我們這個非常非常可愛的這個是 可愛的環保小公仔啦 對然後第一題其實也好簡單喔 第一題就是這一題 夠簡單的吧第一題 超簡單的啦 欸米芹這樣看 真的 很感動 真的 然後接下來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們 大家辛苦了 謝謝 真的三個女生非常的可愛 所以看到這麼多人來了 都還流汗了非常的開心 那麼等一下就要請你們呢 在喝口水之後呢 要準備幫大家帶來今天這場簽唱會的第二首歌曲的演唱 是一首好聽的慢反歌 而且是一個很厲害的詞曲創作人幫他們所寫的 什麼 慢落 他們你們會唱嗎 會 那你喜歡Dreamgirls唱喔 再次掌聲歡迎Dreamgirl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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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離開場面熟悉的朋友 忘記自己的名字忘了我 若不是你說沒有用 出錯是一場逃避的窗口 錯過了最後一半的列車 只剩一個人在那間間 若不是你說晚點錯 我不會發生如此被主擁 我不等你說我亂坐到飛火 我還是讓你帶走我家的窮 可是這一次我的心已死 你的驕傲可以到此為決 我從來沒有說過你的不是 只是說了我心也不是如此 原諒我沒有體虛的軟弱 是勝利全數太大的結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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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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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lulu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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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了最後一半的列車 只剩下一個人在那兒戰爭 我不是你說 斷點錯 我不會發現慈悲自由 我躲在你說我和諾的背後 轉走我還是讓你再送我家的送 可是這一切 我的心已死 你的驕傲可以到此為止 我從來沒有說過你的故事 其實說到我心裡不是如此 原諒我沒有 期許的恨憂 甚至你卻出太大的結果 我躲在你說我 軟弱的背後 我還是讓你再送我家的送 可是這一次 我的心已死 你的驕傲可以到此為止 我從來沒有說過你的故事 其實說到我心裡不是如此 原諒我沒有 期許的繁榮 只是你卻出太大的結果 咱們希望你現在更 1080壓力 EMA 主唱功哨憂 為什麼再次掌聲 are you doing 我現在不討厭 別動啦 抖到我 謝謝 謝謝 我要再次掌聲 謝謝Drinker Os meillä 謝謝